至於剩下另一個動作就是配股那邊 那邊就接近39億的金額 就會配售最多2億5千多萬股的H股 配售價是15.5比上天折讓半成 而今天的低位都守得住這個配股價 集這些錢回來就會做一個海外市場的業務營運和發展 雖然公司在去年年初都已經定了三年的產量增長率 當中看業績其實公司在境外收入佔比只是佔兩成左右 但這個毛利率比它境內的業務高出一倍又多 會不會是看到這樣的數字回來 所以公司打算集資用來發展海外市場是一個不錯的方向 我想這裏和這次的雜誌連CB加上配 其實和側面都看到內地的融資環境真的相對比較困難 所以也要考慮做一個境外的融資動作 因為始終你說境外資產和境外資金做一個匹配在這裏 始終假設整個融資動作在境內做 你要調錢出來 你要花很長時間 假設在海外你要做一些業務拓展 你要做泳購的話 甚至做日常營運呢 你可能會面臨一些資金和營運 有些可能處於一個短期不匹配的情況出到來 所以在境外做這一次的融資 尤其是考慮這次的配業動作 一來就節約幅度不大 5% 你說市況好 經常我們之前的節目都提過 你說一個單位數字的節約的話 其實是一個不錯的條款來的 也要考慮市況比資產更好 還有你看他們海外的業務發展在過去這幾年 其實相對是比較迅速的 尤其是一些收購的礦產 那麼多人說收購的礦產回來 又不代表立即是可以帶動收入和盈利 始終你也要拿過的探控權 然後你也要時間去爬坡 尤其是收購了新的項目回到來 所以純粹從這個角度去看的話 始終你那個境外的資產價格 或者商品價格相比境內的確有部份 是有些倒掛的情況出到來 所以你的境外價格是比境內的價格高的話 始終對於他們的產品的銷售量 還有那個平均的售價來講 甚至對他們在海外相關業務的無利率 是會有一個幫助在這裏 好 但是今次的戰象就好像5%那麼多 但是你給股價高位的時候 就已經跌倒下來 給高位差不多20元 今次15元多 其實高位低了的幅度又不是太小的 反而兩個多月之前 他同業招金做那個配股的capsule動作 反而就可以保得住自己的股價高位來做 當時招金集完資之後 他就是打算還銀行貸款 但是招金自己也很積極地收購一些海外公司 最近有收購一些澳洲的礦業公司 如果計算下去的話 大家都要配股了 大家都要在外面做收購了 現在紙金跌了下來才配股的話 集到那塊錢又變小了 相對地變小了 當然你說你很難每間公司 或者本身內地 即他們自身內部一些管管資本市場 可能你很難每個人都抓到一個非常好 或者最高的時間去做這個配股的動作 當然招金那個動作是做得非常之好 雖然說你配股之後曾經有一下砰了下來 但是其後亦都跟金價衝上去 但是另一個變相 就是你還紙金的公道 因為始終大家看紙金又不單止只看金 你還有一個銅相關的業務在 所以近來你看到金價下來了 然後你看到銅價又開始下來了 變相對於紙金的回股壓力是相對比較大的 當然你說那個收購項目的時間點 其實你說招金是剛剛撞定剛剛的時間點 是撞得剛剛好的 當然你說對於紙金來講 從今次來講你抽了三十多億回來 差不多四十多億回來之後 是不是立即要去做一個項目的投資呢 這個後座就是需要去留意了 招金配股之後 金價都仍在創新高 所以招金的價來到現在都維持著 但是紙金做的現在這個moment 是不是我金價已經不難些再創新高了 因為加上近期的減息預期又再推遲了一點 所以今次紙金再做這個配股動作 可能對股價壓力就不像招金這樣平穩 可能是可以這樣理解 因為始終對於那個息口減 因為今年減息的時間倡考 都有一些不確定性在 究竟你去到什麼時候才減 我想最後去到12月才減 另外一樣的就是 大家看到最近一個央行減 即是減慢買金速度 尤其是人行方面也減慢了 所以這個對於金價有些壓力在 但是行好大家看那個金價 其實基本上是形成一個range bound 下面大概2280左右 上面就變成2400多元 2450附近這個位置 所以我想接下來這個金價 去到年底前都是這個位置 所以如果你純粹說 紙金落到這些位置可能15-16元附近的話 應該是慢慢逐步形成一個交易區間 紙金落到那些交易區間 紙金落到報道 紙金落到有些挑戰 紙金落到陽明色 紙金落到佛幕